大家好,我是小颖,欢迎您来到我的养生频道。 肥胖不仅会引起身材走样,而且会令人感觉其生活习惯不良。 肥胖不仅是身体上多了很多坠肉,而且会严重地行动不便,给生活带来了困扰。 不仅如此,肥胖还会引起一些疾病的发生。 以下所列举的疾病大多都是与肥胖有很大的关系。 那么,肥胖容易引起哪些疾病的发生? 第一,高血脂症。 随着年龄的增长,人体的脂肪代谢能力也会慢慢下降。 当我们活动得越少,身体脂肪就会在体内堆积起来,引起一些高血脂。 一般来说,早期的高血脂症并不明显。 大多都是在检查血液的过程中才能发现。 第二,冠心病。 医学研究证实,肥胖者容易患上冠心病。 冠心病和肥胖有很大关系。 由于肥胖导致的冠心病发病率,死亡率比非肥胖引发的冠心病死亡率高许多。 而且,肥胖的冠心病治疗起来难度比较大,相应的危险性也会更大。 所以,肥胖冠心病患者必须要增强脂肪的代谢,正是预防冠心病的关键所在。 第三,脂肪肝。 一般肥胖患者,大部分都会有脂肪肝。 那些腹部比较肥胖的患者,患上脂肪肝的几率会更高。 脂肪肝的患者不会有其他明显的症状。 不过,只要患者进行治疗,合理地进行减肥。 当身体恢复正常以后,就可以将脂肪肝治愈。 第四,糖尿病。 正常体重的人患糖尿病的几率较低。 肥胖者患糖尿病的几率,起码是正常人的10倍以上。 而严重肥胖的人群,患糖尿病的几率是正常人的30倍以上。 一些要靠胰岛素来生存的患者,一般都肥胖。 这些人往往生活富裕婴食,营养丰富,所以体力活动减少。 所以当身体发泡后,糖尿病也随意发生。 第五,高血压。 随着肥胖者的不断增多,一些高血压心脏病的患者也越来越多。 高血压肥胖患者必须要加强减肥。 在减肥的过程中,应该不要吃热量过高的食物,最好以清淡的食物为主。 并且参加一些体育锻炼,这样才有助于减肥。 所以说,减肥不管在什么时候,我们都是逃不开的话题。 说到减肥,很多人不想通过运动减肥。 而且对于上班族来说,确实也没有什么时间减肥。 大多数的人还是会通过节食的方法来达到目的,不吃晚饭或者不吃午餐。 不过,通过节食减肥虽然可以在短时间内看到效果,但是一旦反弹的话,还是一夜回到解放前。 上次以往的话,不仅减肥没有什么效果,身体长时间没有得到营养,也是对健康非常不利的。 所以,就算是减肥,我们也应该采取合理健康的方法。 就像我们平时的饮食,就可以达到健康减肥的效果了。 今天要为大家带来苹果和质量者搭配,可以让你起到减肥的作用。 再来让你的皮肤白到会发光。 50岁的年龄看似20岁的两代哦。 很多人都晓得红酒炖雪梨,却不知道红酒炖苹果对我们身体的好处也是非常好的。 苹果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C和果胶,可以去除雀斑、黑斑,保持皮肤细嫩红润。 红酒的抗氧化成分,可以促进皮肤新陈代谢、淡化色素。 帮助皮肤维持胶原蛋白的水平和水分含量,使皮肤弹性十足。 两者搭配在一起,效果更加明显。 再来我们再多加一个材料,那就是柠檬。 因为柠檬的酸可以帮助我们起到减肥的作用哦。 在我们制作这个饮品之前,我们需要将柠檬和苹果的外皮彻底的清洗干净。 接下来我们将苹果切块,将柠檬切块。 现在我们将苹果和柠檬放入锅子当中,倒入适量的红酒。 再倒入适量的冰糖,开中火将它熬煮15分钟。 制作视频不易,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 如果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您有帮助,请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, 或者在视频底下留言加一,非常感谢您的支持。 熬煮15分钟后,我们即可关火,继续将它浸泡两个小时。 就这样我们的红酒炖苹果就可以食用了。 建议大家可以在晚上7点至9点饮用这款红酒炖苹果。 一次吃一至两块的苹果,以及一至两勺的红酒,而柠檬则不需要饮用。 这两者一起搭配炖着吃,隔天你就会拉出黑臭的素变,越吃越瘦。 苹果中的纤维素,果胶这些物质,都可以有效地帮助我们促进肠胃乳动, 促进新陈代谢,润滑肠道,帮助我们加快肠道素变的排出, 减少脂肪在体内的堆积。 苹果和红酒煮在一起,燃脂瘦身,更加起到减肥的效果。 除此之外,红酒对于女性来说也是非常好的, 它可以帮助女性疏通身上的经络。 如果来月经时疼痛,还可以喝上一些红酒炖苹果, 可以起到缓解痛经,让你的血液流通更加顺畅。 大家一定有听过,红酒具有美容养颜的效果。 常喝红酒不仅会使我们的皮肤变得越来越好, 还具有抗衰老,淡化色斑的作用。 蒸煮过的苹果不仅更加柔软,口感不错, 而且更容易吸收于我们的肠道内。 希望这款红酒炖苹果,大家都学会制作了。 为了预防肥胖的发生, 必须要控制好自己的体重。 预防肥胖的办法就是控制好自己的饮食, 要有良好的饮食习惯。 并且在生活上有规律,经常进行体育锻炼, 这样才能有效地预防肥胖, 从而制止疾病的发生。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, 感谢您的观看。 我是小颖,我们下期再见啦。